又請你認為我們的中科院的院長可以隨便說話嗎 當然不會啊 就算他知道他可以隨便洩漏嗎 當然不行不行 就像我們退伍以後 我們對我們職務上所知悉的軍事機密 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還在保密範圍之內 我們不能出來亂講 所以說中科院長會出來說只有兩種可能 第一個精神錯亂看來不是 第二個被充分授權 這個就有玄機了 讓你說 因為這段時間大家講說台灣這麼小個島 你能發展什麼嗎 你要發展這個戰機 你發展的這個經國號說句實話 那只是對於全世界來講 你並不是最棒的戰機 你要發展無人機 我告訴你這點他們會比飛彈更怕我們 因為我們無人機的技術更好 但是他們對於我們的飛彈 他永遠都認為 就是小國發展的飛彈人怎麼樣 就是這個擺擺樣子而已 告訴你不是擺樣子 不是擺樣子而已 對 美國連美國都嚇一跳 美國認為我們大概就是對於防空是天空飛彈 不管是攻一攻二 性能雖然很好 但是不足以讓世界驚豔 那麼我們對於巡翼飛彈 那就是雄風飛彈 不管是雄一雄二 最後到了雄二一 那也是算是進階的雄風飛彈 他就是在因素邊緣而已 沒有操因素 這個我們也都知道啊 都ok 這都是不算秘密了啦 大家都曉得了 可是這次前院長說什麼 他說我們不只有雄二一喔 我們也不只有天空三行喔 是嗎 我們有雲風飛彈 哇這雲風是什麼啊 傳說中的雲風飛彈 雲風是什麼 他到底是這個彈道飛彈 還是巡翼飛彈 他直接公佈答案了 是巡翼飛彈 是巡翼飛彈 對 所以很多人就懷疑說 那雲風是不是雄二一的這個改名字而已 不是 不是嗎 不是 他是另外一種獨立發展出來的飛彈 因為我們以前我們的所有的飛彈 不管是跟法國買跟美國買都是外購 那麼長期來我們久訓不佔 貝爾不佔 變得很多的飛彈的那些燃料都過期了 那過期了不能丟掉啊 這不像我們家裡面買這個集齊品 過了就扔了就好了 飛彈不能丟掉 所以我們就請了原本的廠商 不管是法國美國 幫我們翻修一下 換個火藥讓它延售 你才延售一次多少錢 多少錢 最便宜最便宜的 叫上億美金 上億美金 我不是重買哦 換燃料而已 換燃料而已 上億美金 所以中科院想說 既然如此 那我們就到我們上禮拜 有講過的一個酒棚基地 在屏東 我們在那個地方 我們把這個飛彈大卸八塊 看看裡面的燃料到底是怎麼做的 就讓我們苦心研究了十年 中科院研究出來了 我們可以自己延售 就是它所有的燃料 我可以自己把它全部拿出來 然後打散之後 重新把它混繳 重新組合 然後再把它裝回去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的燃料不需要外購 那既然外購的飛彈 我都可以幫你延售了 我可以自己做 當然行啊 就自己做了 所以雲風飛彈就這樣子產生了 也就是說 我後面的推進器燃料 我可以決定它有多少 那決定多少燃料 又起那你覺得 射程是不是問題了 射程應該就不是問題了 就不是問題了 我裝要的多餘少 就決定我可以飛多遠 所以後來他就講說 我告訴你啊 我們這個雲風飛彈 飛得沒有多遠了 一千公里 一千公里 但是媒體都保留了 其實他真正的說是 一千公里以上 以上 就是一千公里 是我的基本款 如果我願意 它可以飛更遠 因為我們的整體的 飛彈導航技術 我們的這些所謂的定位技術 早就超過一千公里了 飛得遠不遠 只是我燃料裝多少而已 所以說雲風飛彈 這一款飛彈 已經突破了當時雄風 雄二的飛彈的一個突破點 就是他超音速了 而且還不是超一倍 超音速三倍 超音速三倍 對 他超音速三倍 就是說這款雲風飛彈 我可以飛到一千公里以上 而且我在海上是貼海飛行 遇到障礙物 我可以改變他的飛行高度 就是他可以躲過很多障礙物 然後一般的躲過障礙物 就已經很難打了 那就是一般的音速邊緣 就已經很難去防止了 他超音速 還三倍 還三倍呢 對 所以說這種雲風飛彈 幾乎在現代的常規防治的方式裡面 他是很難攔截的 那誰發展出來 居然是中華民國 居然是我們的中科院 對 而且將軍 你知道 你記得嗎 我們在節目裡講了好幾次雲風 大家都覺得說神龍 見守不見偉 不知道成功了 不能說啊 我也想說啊 我也想爆料啊 可是未經授權啊 那為什麼中科院的前院長可以授權 我就講嘛 只有兩種可能 一個是他可能精神錯亂了 第二個充分授權 原來早就成功了 這就是充分授權了 就是美國現在心裡想 大家認為我們跟台灣之間的軍售 我每次賣你東西 你們就說你看 你又要賺我們的錢 你又要賺台灣的錢 現在我告訴你 其實不是我們要賺台灣的 台灣已經很厲害了 台灣的中科院 不但擠身世界前100名的軍事火廠商 而且他做出了 讓美國都驚豔的雲風飛彈 那這個飛彈有沒有辦法源頭打擊 當然可以 一千公里打到北京了 可以打到北京了 可以直送中國還能攻北京 可以打北京 而且他可以閃躲 你打不到他 所以說這一款變成了 目前來講我們的歷任之一 那麼美國說 那我們要協防台灣 協防日本 讓整體的印太戰略人更安全 不能光靠台灣自力自強 美國要出點力量 所以美國做了一件事 美國就說 我讓我老的一個轟炸機 B52 然後呢 我上面裝了一個新的東西 就是老瓶裝新酒 人家說老酒放在新瓶裡 不對 他是老瓶子裡面裝的新酒 他裡面裝了一種特殊的東西 這個叫什麼 AGM-188 但是呢 這是AGM-183更棒的東西 它是極音速 這是極音速嗎 極音速 所謂極音速 就是要超過音速10倍以上 才叫極音速 對 那告訴你 你知道它超過幾倍嗎 幾倍 20倍 20倍 它是超過音速20倍 20馬赫 那大家說 它真的全程都是20倍 音速在飛 不是 它是最後進入目標 摧毀目標 那一瞬間 20倍音速 也就是說當我開始俯衝摧毀的時候 地球上沒有一種武器攔截得住它 哇 這麼厲害 超威 叫做必殺技 那這種必殺技 我們之前 因為中國有嘛 中國就產生了這個 包含東風107 東風21啊 什麼關島 關島殺手 關島快遞 或者航母殺手 可是這些殺手 都是從地面發射 然後再來到地面 它有這麼長的運動時間 有很多的時間 可能會被攔截下來 可是美國就破解了這種方式 放在轟大機 放在轟大機上 我轟大機帶到啊 你怎麼知道我帶的是什麼 你怎麼知道我什麼時候要放下來 而且我放下來的時候 不是直接把這款 這款ARW放出來 我是先放AGM-183A 它長什麼樣 它長得這個樣子 好大一枚飛彈 然後放出來之後 你就看到說 這是AGM-183A 沒什麼了不起嘛 但是它那飛行 即將發現攻擊目標的時候 你看 它的頭打開了 對 然後飛出了這款ARW 這才是極音速飛彈 哦 這個才是極音速飛彈 這外面這個叫載具 哦這個是載具 然後這個發射是極音速飛彈 對這才是 所以它是用AGM-183A 把它拋射出去 它是載著極音速飛彈的載具 所以飛彈載著飛彈 所以你看它已經有速度啦 對 等到增加到音速以上以後 它把頭打開 發現的目標 它飛出來就長這個樣子 哦 一個三角追體的目標 它可以在空中像打水漂一樣 嗯 所以它會變換它的飛行軌道 你任何一種攔截的飛彈 任何一種攔截系統 抓不到它打不到它拿它沒轍 哦 然後最後發現目標之後 二十倍音速直接衝撞 讓你摧毀 所以這個整體的發展出來 中二根本車尾灯都跟不上啊 中二根本連車尾灯都看不到 對那今天很多觀眾就問說 哎這是怎麼回事 對 為什麼有十八架轟六 狂騷擾我們西南海域呢 我告訴大家 通常這種轟炸機 不會一台飛機出來 它一次飛出來的十八架 十八架是什麼態勢 一個轟炸團 嗯 就是說我一個解放軍的 轟六轟炸團可以一次出發 第一個他要證明 我的妥善率是百分之百 所以你們都笑俄羅斯的裝備很爛 我就展現我解放軍的裝備 百分之百出來 看你厲不厲害 就飛出來 對不對 他們很可怕 對 那還有第二個用意 就是說 好啦 那你們一定覺得說 我在騙人嘛 哪裡可能有一個單位 是百分之百嘛 又不是買罐頭 一定會有一點點問題 或者有一點要保養 要停止飛行的 所以說我告訴你 對啦 我不是百分之百 我是兩個團一起飛 所以我有跨單位 跨領域的統合戰力 你說我中國解放軍 只是土法煉鋼 我有統合戰力 我可以聯合指揮 夠厲害 還有一點就是說 我能夠飛到西南空域 跟美國對抗 對 所以他展現了這三種方式 而且他還可以 一路上把台灣的雷達都抓到 對 他就要展現這件事 所以說美國就說 好 沒關係 你有你的張良記 我有我的過橋梯 所以美國就說 我用這個回應你 我整個B52全程極音速飛彈 再加上台灣自行研發的雲風飛彈 雙錢一起來砍制你 如果真的要打 誰贏誰輸 你自己想清楚 我絕對不會做以代弊 我絕對你 沒有 不敵人